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杰森视角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哇 通常我一期节目网友评论的数量大约是300条左右 但是上期节目 在我做这个节目时 评论数量已经接近850条了 引发大家如此讨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我在上期节目针对美国出生但为中国赠金银牌的谷爱玲的一些评论 让许多观众有想法 很多观众反对我这方面的说法 我的一些理性评论的整体感觉是 虽然我们在一些具体说法或认知角度上有差异 但是 其实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和价值观是一致的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在此 我再次感谢大家 花时间给我反馈 谢谢大家对我频道的支持 今天主要讲两件事 一个是中共高层态度对体恋爱女事件的影响 一个是中共最近对林郑月娥很火大 徐州封县铁链女事件可以说是中国新闻界一个奇迹 我本人参与媒体评论已经超过16年了 在这16年里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一个新闻事件 像铁链女事件这样的 没有任何公众人物元素帮助推动 却能保持连续三个多星期火 而且还在不断升温 人们对铁链女事件的关注全面碾压北京冬奥会和谷爱玲 网上有人统计 中共启动了488家媒体 外加有2.7万原创参与炒作谷爱玲 相关新闻的总阅读量达10亿人次 与冬奥会和谷爱玲的媒体待遇相反 几乎没有中国大媒体参与报道铁链女事件 但有5.6万人原创发布有关铁链女的消息 虽然这些消息持续面临被中共删帖封号的遭遇 有关铁链女消息的阅读量已经有38亿人次 哪个事件更牵动中国人的心一目了然 在这个消息巨大阅读量的背后 我惊讶地看到有很多中国网民的各种主动的行为 小道在网上各处对此事发表留言 大道集体开车到许州和其他相关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和声援 网上还有一些让人感动的视频 例如一个男子在上海地铁上 手里拿着铁链女消息的自制的传单 在向大家介绍这个事件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给政府压力 推动调查真相 还有一个视频 是一个北京的一个55岁的妇女 到北京公安局去申请 为呼吁彻查铁链女事件游行 虽然明知道北京公安不可能批准这样的游行 但是这种行为艺术在网上的流传 就是在烘托这个时间的热度 而且史无前例的 连一贯以维利士图著称的中国高端的金融圈 也开始出现抵制徐州和封县的现象 不止一个信托行业自媒体人在转发这个消息 有人提出 做一个有良知的信托民工 有人建议把持有和帮发行某县和某州城投债的 金融机构也曝光一下 很快网上有消息说 华新信托发行的 封县经开集合信托计划 这是一种城投债的形式 被多家代销商下架 让封县借不到钱了 甚至同属徐州的新仪式的债券也受到影响 在这种全面的舆论持续压力下 徐州或封县地方政府被迫连续发布了 四份自相矛盾的官方通报 这个事件中 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是 每份官方通报发布后 网上都会迅速有新的真相展现出来 把官方通报驳持的体无安服 例如第三份官方通报说 铁链女是来自云南东北部大山中的小花梅后 网上就迅速有人提供了小花梅的照片 更重要的是 封县八个孩子的爸爸董某的结婚证 也被人曝光出来 保下花梅的照片 结婚证上杨某侠的照片 还有铁链女的照片放在一起对比 无可辩驳的显示 小花梅是董某结婚证上的杨某侠 但绝对不是铁链女 而这个过程中的关键证据 正是网上神秘出现的董某结婚证 有人喜欢用阴谋论分析这种现象 但是我还更愿意相信 中国普通人心中还有善言 这些事实出现的证据 一方面博视了中共官方的通报的谎言 另一方面又在人心中 又画出另外一个冰冷的问号 那么现在那个小花梅又在哪里呢 在铁链女的谜团上 又加入了小花梅的谜团 网友又找到这些年来 封线持续出现的众多不明女士的消息 这些信息结合在一起 让人真切感受到这个事件背后的浓疮 远大于一般人的想象 所以每次官方通报后 随着更多真相的曝光 都把铁链女事件推向一个新的舆论高潮 可以说中共官员的愚蠢和傲慢 再加上中国民众的持续高热度关注 在推动整个事件的发展 2月17日中午 江苏省委省政府宣布成立一个专门的调查主 宣称要彻底查明事实真相 而且一直对此事保持沉默的17家中国官方大媒体 突然在同一时间报道了这个消息 此前网上就有传闻说 彭丽媛知道此时候大怒 因为他在201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为 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 在这样凄惨的事情发生后 而且被外媒广泛报道 这让他以后在国际上参加相关活动时 太没有面子 对这个说法 我们无从查证 但是 有迹象显示 在2月17日江苏省发表公告前 习近平可能没有对此事有明确的指示 因为综合各方面现象 你可以看到 那之前中国的各个部门对此事的态度是不一致的 例如 中共政法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对此事的态度是明确的压制 有消息说 山东的警察居然被调配到徐州支持 只有中共中央政法体系才有这种跨省调度警力的权利 但是 在宣传口上 对此事的舆论封杀却有一些三心二意 虽然有很多消息最终是被删除了 很多发表评论人的账号被封杀了 但是 动作好像总是有意慢半排 基本都是 消息传出一段时间后才被删除 这也是这个事情在中国互联网上一直有热度的一个原因 对于这个现象 我的理解是 很多互联网网站或社交媒体 没有收到中共宣传口 对此事明确的严厉的彻底封杀消息 所以是按照常规的原则在操作 每个网站和社交平台本质上都是想人气越高越好 因为人气越高 可能广告收入越多 所以 对于这样的热点话题 各个网站都会在政治任务和经济利益之间玩平衡 用慢半排删除的方式打擦边球 但是 2月17日 江苏省发出公告 随后17家中国官方大媒体统一呼应报道 显示 中共从中央以下 对此事应该已经有了一个统一的作战计划 能做出这样决定的人 目前在中国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习近平 一个绑架妇女案 也需要国家最高领导人表态怎么办 这就是中共让中国人不知法律为何物的后果 虽然我们无从知道习近平发出的指示具体是什么 但是从逻辑上推理 只可能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要求努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拐卖妇女儿童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一种可能是针对铁链女这个单一事件要求彻底查清相关犯罪人和徐州地方官员的责任 给国民一个交代 第三种可能性是针对当前的国民情绪 要用最有效 最不伤害中共核心利益的方式 把这个事情平息下去 上述的第一种可能性 很显然是中国人真正期望的政府行为 但是如果真的做到了第二种可能性 那也能让大多数中国人满意 但是不幸的是 从中共官方目前的种种迹象显示 习近平的指示最大的可能性是第三种 核心还是控制民意 江苏省发布的公告的当天晚上 在中国人心目中 相对还有一些信誉的财新网发表了一篇 名为 铁链女与李莹母亲曾两度DNA比对不合 专家详解亲缘鉴定难题 文章中除了提到铁链女与李莹母亲DNA对比不合外 还引用李莹母亲的话 质疑网上流传的李莹照片的真实性 说网上做比对的李莹照片 不是李莹母亲扫描上传的原始照片 说网上照片做过修正 而李莹母亲还说铁链女的外貌口音和李莹有差异 中共宣称的DNA不匹配 对绝大多数中国网民来说是零说服力的 因为中国人都知道 对DNA取样偷梁换柱 中共官员干起来如呼吸一样自然 目前大多数人相信铁链女就是25年前 在南充市消失的12岁少女李莹 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外表的惊人相似 如今中共让李莹母亲出来说 李莹网上照片是做过修改 但是又不去说是什么修改 这是用一种非常有效的心理暗示的方法 让很多人动摇铁链女就是李莹的认知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最早在网上指认铁链女是李莹的 是网名为蓝色鸢尾花1982的一个网友 他说他父亲跟李莹的爸爸是同乡战友 而且一同转业 从小看李莹长大 他父亲认为铁链女很像李莹的感觉 根本不来自网上的照片 至于李莹母亲说铁链女的外貌口音和李莹有差异 这种说法也让人感觉很奇怪 一个12岁的孩子到另外一个地方住了25年 口音有变化是自然的 而铁链女经历的那么凄惨的25年 她还能有现在的形象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怎么可能和李莹母亲记忆中那个12岁的孩子一样呢 但是我本人可以理解李莹母亲如此说的心理上的原因 根据网上传出的南充市顺庆区法院的文件 李莹母亲的名叫梁晓清 她在2016年也就是李莹失踪20年后 在法院申请宣告李莹死亡 也许梁晓清从感情上讲 宁可相信自己女儿已经死了 也不希望这个经历了25年人间炼狱的铁链女 是自己的女儿 再加上中共官员或媒体人的压力和暗示 李莹母亲说出上面报道中的话 其实不让人意外 但是在江苏省发布公告后 中共迅速推出的财新的这篇报道 却让我们有机会窥视中共解决铁链女事件的思路 他们首先做的是 坐实他们以前官方说法 那就是铁链女不是李莹 我们以前讲过 铁链女是李莹这个概念 对中共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 李莹出身于一个600万人的中等城市 来自一个复员军人和公务员家庭 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 让目前对中共最忠诚的一个社会人群 对中共统治下的幸福感产生根本的怀疑 下一步我预测 中共会根据网民关注的态度 和网上进一步曝光的信息 来灵活决定 下一步用什么方式释放消息 来调整塑造民意 所以大家的关注度越高 展现的真相越多 中共可能不得不抛出 垫背的人的级别越高 当然我们前面讲了 希望中国从此无拐还是在做梦 因为这不是中共的工作重点 从另一个角度看 中共这也是在走一步不得已的险棋 江苏省的高调公告和17家媒体的配合报道 一方面给目前沸腾的民意一个暂时的交代 一个暂时的出气口 但是另一方面 中共也在无意中向更广泛的中国人群传播这个事件 据统计 在公告发布的17日短短的一个中午和假下午 有关铁链女事件的阅读量就瞬间达到了36亿 而且这也让很多人对这次习近平批示 省级执行的调查结果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中共媒体也在造势说 这一次一定要彻查 让调查报告一锤定音 人往往期望越高 失望的可能性就越大 对这样民意沸腾的事件 中共每一次侮辱国人的智商的调查结果 都是对中国社会还存在的那么一点 良知正义感的再次扫荡 有人在网上评论说 假如这一次中共再次侮辱民意 这一事件将会成为中国社会脱续的转折点 人们会在内心失去信任 希望和自我控制 从而导致社会上暴虐事件贫乏 在我看来 这种现象已经是正在进行时了 目前中国社会普遍推崇强权 蔑视真理 其实和中共历次处理 类似事件的方式和手段分不开 具体的例子 大家到海外谷歌一下 2016年的雷洋案 2018年的王英卿盗卷案 就会有体会 我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我从来没有说过中国社会会崩溃 但是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 中国社会会腐烂 会越来越不适合正常人的居住 因为铁链女事件 网上很多人都在谩骂徐州封县 网上展现出的一些封县民风和官员的状态 的确让人恶心的呕吐一地 但是江苏徐州 并不是中国拐卖人口最猖獗的地方 中共没有这方面的官方数据 但是从中国有关法律判决数量来看 山东 河南 云南 福建 安徽 可能比江苏更猖獗 其实中国人自发高度关注铁链女事件 是因为铁链女匪夷所思的凄惨经历 触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同理心 让很多人意识到自己或自己的孩子 其实和这个铁链女的差别就是一次迷路 一顿被放了药的饭 或被当头一棍 当然也有人说 拐卖人口古今中外都有 不是当今中国独有的 是的 有魔鬼心肠的人古今中外都有 但是中国特有的是 对每日被强奸的少女 在中国很低的地方 是全村自发帮助看守女孩 不让她逃跑的 甚至连中共官员都在鼓励和包庇 网友说 我们不应责怪政府不作为 要是政府真的不作为 铁链女早就被救出来了 后面去营救的两个志愿者也不会被抓捕 中国法律中有关拐卖妇女儿童的条目 是人类司法中最奇葩的一类 众多被拐卖的女孩都有类似的经历 被绑架 被强奸 被卖出去 然后再被买的人强奸 然后被拘禁和暴力虐待 然后被持续强奸 直到生孩子 生一个 生两个 一直更多 绑架 强奸 人身伤害都是重罪 但是如果这三样重罪加在一起 在中国就神奇的变成了 不是那么重的拐卖妇女儿童罪 而对于那些花了数百到数千人民币买少女的人 不管她其后强奸和暴力虐待该少女多少次 那都是属于轻微的买妇女儿童罪 最高刑期不超过三年 很多甚至是不追究法律责任的 这是一个什么狗屁法律原则 拐卖罪这个词汇本身就是可笑的 一个罪犯从街上抢来的女孩 她并不是这个罪犯的私有财产 对于她不拥有的东西 不存在买卖的概念 那些买主也是一样的 就比如我在我邻居度假时 对你说你给我100美元 我告诉你如何进他们家 等邻居度假回来 你不可能躺在他们的床上说 这个房子是我100美元买来的 所以归我 但是中共法律却硬是把这个不存在的买卖交易叫拐卖 正是这个根本不存在的买卖的说法 在潜意识中 让封县这类地方的村民有了种道德支持感 感觉那些妇女儿童就是自己花钱买来的 甚至有权利暴力攻击来解救孩子的亲生父母 就像自己正当保护自己的财产一样有理 而且现代社会 人本身是不能成为买卖的商品的 连珍稀动物都不能买卖 为什么人可以买卖 任何在法律上直接或间接认可 人能够被买卖的国家 都是没有脱离奴隶制的国家 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的 不幸的是 就是如此荒谬的法律 在中国很多地区也是选择性执行的 徐州那个把铁链女锁起来的董某 在被捕前 那可是到处赠广告的当地网红 从哪个角度讲 你能说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中国人高度关注铁链女 本质上是因为铁链女已经成为中国被拐卖少女和妇女的代表 中国人希望彻底清理徐州封县的社会农包 是因为徐州封县已经成为残酷折磨无辜少女的代表 中国人真心希望的是中共能把他控制舆论的那个劲头 用在防止绑架妇女儿童上 最大限度清除这个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可怕阴影 但不幸的是 各种迹象显示 这次江苏省调查团最主要的任务 还是控制目前失控的民意 下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谈一谈我们好久没有谈的香港问题 因为目前香港正处于香港2021年开始实施国安法后的 又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在过去几周香港新冠疫情感染人数暴涨 每天查出来的感染人数都在增加 2月19日感染人数至少有7000例 创疫情以来日感染病例新高 香港感染人数暴增 导致医院不堪重负 香港隔离设施目前已经达到了饱和 医院也人满为患 网上传出一些照片显示有些医院 只好把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拖到大街上 暂时缓解医院的拥挤 这一轮疫情高峰主要是由Omicron变种引发的 我在以前讲过 这个变种有高度传染性 但相对不那么致命 世界各地包括美国 其实都已经经历了Omicron变种的冲击 因为Omicron变种的高传染性 很多国际经验显示 搞不搞严格的防疫措施 其实都没有大区别 例如美国各个州的防疫措施 差别非常大 但各州在感染人数暴涨后 感染人数都会自然回落 有严格的防疫措施的州 和没有什么防疫措施的州 之间的区别不大 其实香港的防疫措施 在世界上来看 都是属于非常严的了 例如香港在限制世界多个国家的 入境航班 对入境人员要求进行24天的 检疫隔离居住 禁止两个人以上公共集会 禁止两个人以上的家庭聚会 学校被关闭 餐馆在下午6点以后 就不能提供堂食的服务等等 前段时间还滑稽的在全香港 捕杀鼠类动物 可以看到香港疫情控制的一些措施 是在模仿大陆 但是与此同时 林正月娥也表示 目前没有计划模仿大陆 像西安等城市 进行全面封城 目前香港严格的防疫措施 已经让很多国际大公司 驻港人员受不了了 在网上社交平台 很多人表示 他们对疫情不担心 但是对这些防疫措施是受够了 希望立刻早机会离开香港 有人统计从2月11日到2月17日 这7天进入和离开香港的人数 发现就这7天里 香港就净流出了18000人 尽管香港的防疫措施已经严格到 正在伤害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地位的程度 但是中共一方 似乎还是感觉香港很多官员 在防疫理念上三心二意 不能全身心的执行中央 寻求疫情清零的政策 在中共高层的眼里 疫情清零政策和西方实施的核病毒共存政策 已经是中共和自由世界两种治国理念和两种制度的对抗 而且中共坚信 疫情清零政策是最能体现中共治国优势的 这是少有的中共感觉自己在赢的政策 面对香港的疫情 中共感觉问题出在香港官员的认识和态度上 感觉香港很多官员是在消极实施疫情清零政策 而在内心实质上是想走和病毒共存的政策 如果香港最终用西方的防疫策略走过疫情 那就是对中共全方位的打脸 这是中共无法容忍的 于是中共决定开始对香港念紧箍咒 2月7日中共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 疫情清零政策是香港对抗病毒的唯一科学选项 文章说 疫情清零政策是国家大政方针 在这个关键时刻 一些人不负责任的批评疫情清零战略 建议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态度 这种做法是一种躺平的心态 2月9日 中国港澳研究会会长田飞龙又写了一篇专栏文章 重申人民日报的许多观点 而且他明显提高了调门 他将未能执行清零政策的责任 完全归咎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香港的公务员 他称这些人是香港的AO党 也就是行政官员党 暗示他们不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政策原则 2月10日 全国政协委员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 在《明报》上发表文章 说的就是更赤裸裸的 说香港的执政精英 在骨子里一直相信英美的方式 张志刚认为 这些精英表面上与中共的政策保持一致 但实际上 他们内心和中央是分裂的 这个说法可有些可怕 好像是变相在说林郑月娥在搞港独 林郑月娥可能做梦也想不到 在过去两三年里 自己仅仅和中共站在一个战壕里 用港独这个标签贴在香港寻求民主的民众身上 然后开始大打出手 结果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 自己面临被贴上这个港独标签的命运了 好像中共看香港还不开窍 终于2月16日 中共在香港的喉舌 文汇报和大公报 刊登了习近平关于香港疫情情况的重要指示 习近平表示 香港政府必须调动一切力量和资源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香港市民的安全和健康 确保社会的稳定 然后特意指出 香港政府必须坚决执行他的指示 林郑月娥这批香港官员 紧跟中共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 彻底打垮了香港人对民主的呼声 他们原来以为只要在香港社会管理和其他方面 保持和世界接轨 在民主自由方面缺失一些 在那些唯利是图的国际公司眼里 香港应该还是一个可以保持做亚洲的门户的地方 但是他们似乎没有认真学习中共的发家史 他们不知道中共在要求他的追随者和他党中央保持一致方面 要求是会不断加码的 现在香港的这批技术官员正面对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 一方面是严格按照中共党的意志做 另一方面是尽量保持香港国际都市的社会管理秩序 其实我们都知道 林郑月娥和香港的官员 此时已经没有选择了 一旦开始就无法停下来 香港人会记住 香港作为亚洲门户东方明珠的地位 是这批人帮助中共一步一步摧毁的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一定订阅这个频道 杰森视角